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五六七八 我們是 氣拿香蕉 大家好 各位評審好 各位來賓還有各位同學跟同學家長大家好 我們是Rubio代表隊 氣拿香蕉 那我們這次呢 Rubio給我們的議題分為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優化現有的功能 第二條路就是新增新的功能 那目的都只有一個 就是達到Rubio的DAU成長 就是所謂的 每日活躍用戶的成長 那是不是就是叫大學生每天都一定要 至少開一次Rubio嗎 那我們就想說 這該怎麼辦呢 因為每天都要開 那表示說他們生活上一定有一些問題 是還沒有被解決 這樣解決他們問題 他們才會每天來啊 我們就想著想著 那在我們透過自己我們觀察呢 我們發現 欸 大家好像都有吃什麼的問題 大家中午晚餐早餐 常常都不知道吃什麼 連宵夜都在問 那我們就在想 欸 到底是我們的交友圈有問題 還是市場真的有這個問題呢 所以我們就做了市場調查的部分 我們就問他們說 你後身邊的朋友有沒有到了吃飯的時段呢 卻不知道要吃什麼的困擾 我們發現9%的4%的同學都說有欸 就比方說 在下你們也常常都有這個問題 應該也非常有同感 那這不是只有我們自己講而已 我們又看了看網路上的新聞 像是我們的東森新聞 與ETtoday 曾經做過一個報導 大學生的十大煩惱有什麼 第一個就是等一下吃什麼 還勝過了大學生的單身組 還有那個月點前都會花光光的月光組 成為第一名的問題 再來呢 我們就想說 欸 這個問題要結合到Rubio啊 Rubio是個APP 我們就問他們說 校園APP 你覺得應該要具備什麼 欸 結果出來 前三類呢 都屬於知識類的功能 像有校園資訊 學習跟工作 那這些功能呢 Rubio都已經現在都有 也滿足現在的用戶了 所以啊 接下來他們 再想要有的功能就是美食類的 那就跟我們的議題剛好符合 所以我們就確定我們的用戶痛點就是 大學生的四大難題 早餐是什麼 午餐是什麼 晚餐是什麼 還有宵夜要吃什麼 所以我們推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這一支塔瑪吃什麼的功能 校園周遭美食店家推薦的機器人 接下來呢 聽了那麼多 一定不知道功能到底是什麼鬼對不對 好 我們接下來就要功能示範給你們看 剛剛中餐沒吃飽 要吃些什麼啊 不知道 問問看塔瑪吃什麼好了 嗯 哭哭 嗯 哭哭 塔瑪塔瑪 我是中興大學雙魚座的 金呆法豆 嚇死了嚇死了 晚餐要吃什麼好 嗯 我就來解決你的問題吧 但是這樣講話真的有點累 所以我就維持正常速度好了 那 我看到你是雙魚座 我來查查看你的運勢 你今天的整體運勢呢 是四顆星星 在學業上不斷的接到新生活 這很可憐 那 就不凡你身邊貴人的幫助 表示你的隊友可能會carry你 那 推薦你吃 中興大學附近的中華滷味 那中興大學的同學都說呢 這家店CP值高達了五顆星星 食物便宜 特製的醬料也好吃 CP值是蠻高的一家店 那恭喜你抽到 EFCA 哦 謝謝 我趕快去吃晚餐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功能介紹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功能的四大特色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提供大學生 他們專屬的同才歸屬感 再來就是他們喜歡的星座運勢 以及他們注重的CP值 還有他們喜歡的卡牌 那我們的特色一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有很多報導都指出 大學生不喜歡那些包裝過的評論 比如說像現在有很多部落客啊 在寫美食文這樣子 因為那些的評論不能代表真正的消費者的想法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DDG也有報導出來 千禧族群也就是我們大學生 他們其實是想要尋求一個更真實的消費者的評論 因此呢 我們在我們的功能 我們推薦他們吃什麼的同時 我們會提供他們店家的評論 然後這些評論呢 會由大學生共同去創造出來 共同去建構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特色二 我們會由星座運勢 然後推薦大學生去吃什麼 那大家就會想說 為什麼要用星座運勢 因為呢 我們看到很多報導指出說 有近四成的大學生是非常非常相信星座運勢的 他可能要出門的時候要看一下星座運勢 然後呢 要跟男朋友告白的時候要看看星座運勢 或是到底要去上學他也要看星座運勢 所以呢 我們是希望可以用星座運勢 來說服我們的消費者 也就是大學生 去吃我們推薦的這些店家 那再過來就是我們的特色三 我們提供CP值讓大學生去做參考 那由於是因為大學生其實沒有什麼錢 因為他們沒有自己賺錢 都是靠爸媽的金援 所以呢 我們會提供一個CP值 也是由大學生自己去創建的 那也可以從這個TVBS新聞台的報導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千禧世代 也就是大學生 是非常非常重視CP值的 再過來就是我們的特色四 我們會在推薦他們吃什麼的同時 給他們一個可愛的卡牌 供他們蒐集 那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要蒐集卡牌呢 我們可以從Zuvio之前 曾經官方舉辦過的一個活動 叫做OPAS魔法卡 它其實主軸就是讓大學生去蒐集一些可愛的卡片 那這個活動成效非常好 它的重複參與率達到了45% 所以呢 我們就認為大學生呢 其實是非常喜歡蒐集卡牌的 所以我們在每次的美食推薦之後 都會給他們一個很可愛的卡牌 供他們蒐集 那接下來的同學會告訴我們 除了這四個特色 我們還做了哪些努力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為了達到這四個特點呢 我們做了什麼努力 首先大家就是想說 我們資料量該從哪裡來呢 是應該自己蒐集嗎 還是請陪我找 後來我們就想說 如果要確切地符合大學生的歸屬感 以及CP值 那就一定要請大學生來建構 因此呢 我們想到了一個妙計 就是我們希望呢 可以利用社團的力量 為我們建構店家資料 所以我們舉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校園美食大PK 那它參與的社團有22個 那我們是以比賽的方式進行 我們會用表端的方式呢 請他們填寫店家名稱 以及這家店呢 在哪間學校附近 還有它的CP值以及評論 那我們在五天內呢 我們的資料收集筆數是 9796筆 也是說呢 我們呢只花了1萬元 那我們的一筆資料只有1.02元 那這個成效是非常之好的 那再來我們星座的推薦 是如何辦到呢 我們是與Clink108科技子圍網站合作 那我們每天定時自動匯入 各星座的運勢資料 那以令我們呢 方便提供最即時的星座運勢 那再來這些卡牌呢 是我們呢 是我們呢 由每個英文字母呢 都會附上呢 不同的可愛食物 那在星座的部分 我們也與食物座連結 那這一部分呢 是由我們團隊的美宣所設計的 那那個人就是我 尖叫 好的啊 那就是呢 以下就是我們所做的能力 那接下來呢 功能實測部分有請下一位同學 好的 那在我們剛剛講到我們的功能介紹 以及我們功能的特色之後 那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來做功能實測了 那在功能實測的部分呢 我們總共進行了三次 那首先呢 我們會用工人智慧取代人工智慧 那什麼叫做工人智慧呢 其實它就是用我們五個人 來當小編的方式 進行人工回畫的推薦 那也因為我們是人工回畫 因此呢 我們將時段限制在每天的三餐 分別是早餐 午餐 晚餐 那大家可能想說 每天只能三餐 時間怎麼這麼少 不不不 我們五個小編 為了回這三餐的時間 我們真的是回到手都快斷掉了 那接著呢 在參與學校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資料量的關係 所以我們先鎖定在資料量非常充足的 四十間學校 作為我們主要的實測對象 那接著呢 我們在這三餐活動中呢 其實進行了不同的行銷活動 像是在POW1進行之前呢 我們做了一個 TAMA吃什麼的形象建立活動 那我們怎麼去進行我們的形象建立呢 我們就像是PO過我們的字界文啊 實際啊 以及有趣的文案 那像是這一篇實際呢 像是這一篇文案呢 它就是在問說 你演你的台灣各地美食 那我們就是希望透過呢 讓大學生去回應我們說 你附近的台灣美食有哪一些 來促進這個吸引程度 那我們的成效如何呢 我們的粉專自然觸及率 達到了按讚人數的六成之多 而這個呢 也是FB平均觸及率的六倍 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POW1到POW2之間 我們為了要提高我們的重複參與率 因此我們進行了一項行銷活動 叫做卡牌蒐集 那我們怎麼進行我們的卡牌蒐集呢 就是當我們的使用者來使用我們的功能之後 我們就會給予他一張卡牌 那當你的卡牌湊成一定的字母之後呢 他就可以獲得一定的獎品 那在POW2到POW3呢 我們為了要增加我們的使用者使用次數 因此我們使用了一個行銷功能 叫做朋友推薦 那我們怎麼去讓朋友做推薦呢 譬如說我們就給A朋友一張推薦碼 那他呢就可以把這個推薦碼 告訴他的B朋友 那此時呢 A朋友跟B朋友都可以多獲得一張字卡 來作為獎勵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說 這三次的活動呢 我們到底成效如何 那首先我們看到 左半部藍色字的部分 是我們的使用次數 那右半部橘色的部分 是我們的重複造訪率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卡牌蒐集進行了之後呢 我們的重複造訪率 從原本的43%增加到58% 也就是說我們的重複造訪率 上升了15% 那此外呢 因為我們的活動 是採取私訊的方式進行的 因此在私訊使用DAU上呢 我們是上升了18.6% 那我們剛剛就有講到說 在POW2到POW3呢 我們使用了一個朋友推薦的方式 來拉新的客戶 那這個成效如何呢 我們的使用次數成長了2.8倍 那我們的私訊使用DAU呢 更是成長了35.8% 是過去上一個活動的兩倍之多 那接著下來競爭者分析 交給下一位同學 接下來要開始介紹 競爭者分析的部分 我們競爭者是誰 就是大學生當他不知道吃什麼時 他會想到什麼APP 那第一個競爭對手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Google Map 然後第二個競爭對手的話 就是美食推薦熱門APP 等一下吃什麼 第三個競爭對手 就是實際類型的APP 愛瓶網 然後我們以資料量可信度 以及使用體驗三個購面 來進行分析 那第一個資料量的購面分析的話 由於我們目前只實作了一個月 資料量上潛不足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將來也會再次舉辦 收集資料的活動 來把我們的資料補足 而可信度的部分 由於我們的資料都是由大學生自己建構的 能夠讓他們聽到大學生同才之間最真實的聲音 並且我們還有提供CP值來守護他們自己的荷包 而其他的競爭對手資料來源部分的話 有的資訊雜亂 有的沒有CP值 甚至有的還夾雜著頁配文 這就代表著他們的可信度不高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大大的勝過我們的競爭對手 在接下來是使用體驗的部分 我們提供了神秘又有趣的星座運勢來推薦他們該吃什麼 並且還提供了可愛卡牌來讓他們收集 然後其他競爭對手做了什麼呢 Google Map就只有簡單的輸入文字來進行搜索 然後等一下吃什麼的話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二選一機制 你要吃這個或者不要吃這個 而愛瓶網的話 就是一般部落格的實際文章 所以在這個共面 我們也大大的勝過我們競爭對手 也就是說在未來 只要我們補足們資料量不足的弱勢 並且因為我們更專注在大學生的需求 所以說我們在大學生市場中 我們能夠脫穎而出 那未來我們將如何使塔瑪斯什麼 在大學生心中變成美食APP的第一名呢 在功能優化的部分 第一 我們就會把 Rubio就會實作出真正的聊天機器人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我們再也不用手動回覆了 也就是說 我們回覆時間能夠大大的增快 以及30段限制也能夠變成24小時 能夠吸引更多的大學生來使用這個功能 第二 Rubio將建構爬蟲程式帶入店家圖片 這樣子我們就能夠提供使用者 店家的圖片 一些店家的菜單 來提升他們的感受 接下來來到行銷運作的部分 第一 內部擴大宣傳 我們將在Rubio站內的人持續擴大觸及他們裡面的人 那方法就是文案撰寫 推播提醒以及主動資訊 這部分很幸運的是Rubio的內部資源 所以說我們就不用投入大量的廣告費 第二 卡牌收集和朋友推薦的部分 由於我們上一檔期的這類行銷活動成效匪來 所以我們決定加大投入 投入10萬元來進行下一波活動 第三 校園貪吃總動員 由於我們之前和社團有成功的合作經驗 所以我們決定把這個合作經驗放大 我們決定用贊助機的吸引力 來再次讓他們推薦塔瑪斯什麼這個功能 給他們親朋好友 讓我們能夠觸及更多的人 這個活動我們預期要投入30萬元 接下來我們來預期我們的年底成效的DAU 由於我們一步一步使我們的功能優化 並且加大我們的行銷投入 所以說我們預期我們年底的DAU 能達到12萬人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就是全台大學生人數的10% 也就是說未來全台大學生10%的人數 將每天使用我們塔瑪吃什麼的功能 也就大大提升了Ruvio的DAU 也解決了更多大學生不知道吃什麼的問題 以上就是我們的計畫 謝謝大家 我們是技能獎獎 我們是技能獎獎 好 時間一樣剛剛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 上一組沒有提問到的評審 是統一的江部長先來提問好 我的問題是 現在您提出來的問題是 學生不知道吃什麼 是不知道要做如何的選擇 還是不知道要選擇什麼 如果是選擇性的障礙 那麼就是意思是 他沒有資訊或者是沒有人推薦 那你覺得用星座或卡片這樣的推薦 你剛才講嘛 四成的人相信 那其他的六成怎麼辦 那你已經一開始就先切掉一大半的市場了 那大學生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有分析過 他們有人是有的是選擇障礙 還有有一部分是高中上要大一的 他們不知道學校附近的資訊 那除了選擇障礙的人之外呢 他們通常會只知道幾個店家 或者是你在吃什麼的時候 你腦袋只會跑出來某幾家店家 你不會想到別的 因為你的記憶力有限 而且你當下想到的也有限 那透過我們這個運勢推薦 推薦你吃什麼呢 有助於給你 有可能會有新的選擇 因為是整個大學 整個全校的學生 他們能支持他們去建構的 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店家 有一些你平常沒有在住院店家 那你看到他們的裝潢 可能還好你不敢踏進去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們的東西好不好吃啊 那就是會有人推薦給你 而且是他們自己同儕的聲音 然後CP值也是屬於同儕的CP值 那星座運勢有沒有辦法推薦給他們呢 這個星座運勢 我們就有一個來源就是巴納姆效應 那星座運勢為什麼會使人相信呢 因為他通常都是有一個籠統的東西 星座運勢今天會給你一個籠統的解釋 就是你覺得這個有沒有中你今天的想法呢 有 通常都會覺得有 就是比如說 你今天一個對一個上班族說 你今天工作量可能會很多喔 那不每天都蠻多了嗎 你看到就覺得蠻符合你的 那既然你相信了 你就會再相信我們接下來推薦的東西 你會產生相信的那個加成感 那我們是這樣子做解釋的 謝謝 不好意思做一下補充 就是關於星座相信的四層這個部分 這四層是就是比較相信的 那剩下的六層部分還有一部分呢 是微微相信或者是比較不相信 然後並且我們這個 並且我們這個功能呢 是一個附加的效果 增加的效果 如果我們增加這個功能 並不會額外損失那六層 只是我們可以更focus在那四層的消費者 能夠專注來吸引他們過來 好 還有17分10秒 歡迎人 執行長 請問一下 執行長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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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K 請問一下 你這個活動開始要養多少人 開始什麼 你開始要養多少人 開始要養多少人 開始要養多少人 你這個團隊多少人 我的團隊目前五個人 OK 好 來 財務長 財務長 是是是 OK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這五個人打算知心多少 喔 我想想喔 我想想喔 呃 所以你們的成本怎麼會是零呢 呃 是是 然後 對 所以不是零嘛 呃 對不對 呃 我要解釋一下嗎 可以嗎 就是我解釋一下 呃 就 就是功能開發的部分 由於是Luvio目前的內部資源 然後開發程式人員的薪水部分 就是我沒有納入 但是你們提到你們剛才五個人回答 回答到手軟 你們五個人也要收錢吧 你們也不是來做志工的啊 對不對 由於這部分程式 未來直接開發好 他就會直接 開發還是要錢 是是是 所以還是不能當作零成本 第二個部分 財務長再問你一下 你要跟誰收錢 呃 我們這部分有跟Luvio討論過 由於他當初設定給我們主題是 提升Luvio DAU 然後他們會提升DAU之後 他們會想 他們目前已經有一套方式 把這個DAU轉換成錢 然後他們說這部分的 是他們會處理 那個 那個是什麼 你做 你把它當作一個 大學生的課業活動 還是當作一個事業代經營 你當作什麼 我的意思就是 你如何拿到錢 起碼養活你們五個人 呃 如果我們 我們實習的同學要講一下 好 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 目前在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如果 真的進入這家公司 來做這件事的話 就是可能就是 先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拿正 拿薪水嘛 就是這樣 我補充 我補充一下 就是Luvio現在給我們課題 是提升他們DAU 那DAU提供上來的話 Luvio確實有一套辦法 可以做變現的 處理 對 他們有自己的方案 但是這裡就是 沒有跟我們 跟我們溝通的時候 就說叫我們只提升DAU的數量 就好了 我很喜歡你們唱的阿卡貝拉 我也很希望你們把提案 當作自己的事業 那才是新創真正的目的 好 還有14分鐘40秒 請張董事長 好 那你 你 你的使命就是 Zuvio交給你說 要提升他的DAU 那你就用了這個問卷調查 新聞報導 結果知道大學生的困擾 第一就是等一下吃什麼 不知道 你就拿了這個主題 當作你們的主打對象 但是真的 其實 一些大學生 一起中午要去吃中飯的時候 我找高總經理去吃飯 那我們兩個星座不一樣 那我們兩個都用問了你的東西 結果 我們就要一起去吃飯 可是我要去A 他要去B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 我覺得好像有點 就是 的確我知道說 我承認就是說 新聞報導說 等一下吃什麼 是一個困擾 可是就拿這個 當作一個 增加Zuvio的DAU的主題 這個決定 我覺得需要一個更強的 為什麼就是抓到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目前有調查過 也是新聞的報導 就是近視程的人會喜歡星座運勢 所以在我們使用者給我們回饋 他們打開來有看到星座運勢 他覺得符合自己 那我們推薦他的東西 他有去吃 那既然說 有兩個不一樣的 都有用我們的APP 那他要同時去吃 我的問題是說 的確 大學生的困擾是什麼 是一個 可是 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就是去增加Zuvio DAU的 最關鍵的一個吸引力 就是說這個困擾 不見得是要靠你這個解決 說不定我們兩個商量商量 我們就解決了 也不一定要靠這種工具 那增加DAU就是這個主題嗎 怎麼決定的呢 其實因為我們也有發現到 像我們剛剛有做競爭者分析 其實我們發現到 這個問題是真的存在 而且其實很多人也有做這個問題 就表示其實這些APP會開發 就是因為真的是有一部分的人 會使用這個功能 而來 會使用這個APP 然後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把我們的功能 把我們的客群 focus在大學生的時候 我們相信也一樣會有 這部分的大學生 去使用這個功能 來解決他們不知道 應該要吃什麼的問題 對 謝謝 好 十二分 中半 我跟那個張董的意見一樣 我覺得 從你們的報告裡頭 感覺你們是看報道在辦案 全部的資料都是從新聞來的 當然裡頭提到一個 不管是雅虎也好 東升新聞雲的報道也好 那個資料是來自2015年 今天是2018年 2015年的時候 台灣的4G的普及率只有1,157萬 現在是2,200萬左右 所以每個人手上都有智慧手機 那你現在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你們的取樣的方法 有問題 或者是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如果真的回到生活行為來好了 如果你們是任何一個人都一樣 無論是辦公的人 或者是學生 你附近的餐廳 除非你是新鮮人 你大概三個月就摸熟了 摸熟了之後 吃什麼東西變成是 要靠星座來決定嗎 還是你乾脆直通板決定 有這麼選擇障礙嗎 因為你已經認識完所有的餐廳 再來 同樣的問題 類似的 你們剛剛舉了4個 所謂的你們的競爭對手 但我隨便一刷 現在美食APP裡頭 巷弄啦 實在方便啦 愛實際啦 這麼一大堆的APP 那你們的優勢在哪裡 舉例以前我們現在來購媽幾號 你都還可以有折扣喔 還可以儲值或直接付帳喔 那用你有這個好處嗎 憑什麼一年之後 你的DAU就可以達到12萬 我相信Ruvio 我相信喔 我不是故意的喔 但是我相信Ruvio 現在應該沒有DAU12萬 這個有點誇張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幾個問題 你們可以回答一下 就DAU12萬這個問題 我先回答一下 那由於我們在未來 將還會持續開發我們這個功能 我們分為功能開發 行銷活動 還有資料收集的三部分來做加強 那功能開發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把聊天機器人 然後爬蟲程式 還有地圖都新增下去 然後行銷活動的話 就是用我們過往的機業 來設計一些行銷活動來觸及更多人 然後資料收集的話 我們就是把我們現有的資料擴增 然後擴增成全台150家學校 那我們預計總共會花費46萬元 並且在12月的時候 我們預計可以觸及到20萬的人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些一系列活動做下來之後 我們將能夠促使20萬的人 來嘗試過我們這個遊戲 然後並且留下12萬的人 來持續使用這個遊戲 那為什麼他會持續使用呢 這就是因為我們提供了 大學生最需要的三個要素 四個要素 歸屬感 CPE值 卡拍 還有星座 提供了他樂趣 也提供了他最重要的CPE值 還有他大學生真正在想什麼 所以說他就會很信任我們的APP系統 然後他覺得這個推薦是有道理的 然後同才的推薦就是很有趣 然後也可以真正解決他真的不知道吃什麼問題 並且因為我們的實際做這個實測回饋中 也有收集到蠻多的使用者跟我說 謝謝你真的解決我們不知道吃什麼的問題 然後我真的因為你的推薦去找這些店家來吃 或者我真的因為你的推薦去吃了我原本不想吃的店家 謝謝 好 9分20秒 請莊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勾 就是說吃飯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提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意義在哪裡 就是大學生碰到的困難 真的是吃飯是最大的困難 還是有更了不起的困難 需要有一個科技來解決這個吃不到飯的問題 大學生 可以說你們應該有更煩惱的事情吧 對 正常應該講是有更煩惱的事情 但確實是有調查下來 他們每天會出現的一些小問題 就是這一項 像他們因為大學生他們從高中 高中以前全部都是住在家裡 很多可能是媽媽就幫你決定好了 媽媽就幫你組好了 那他們進了大學 是他們第一次 需要自己決定某項事情 那然而現在台灣的店家又遍布 選擇又特別的多 那你到了大學之後 說這三個月摸手所有店家 我是還沒有看過 但是 他們待了四年 確實會知道大部分的店家 但是隨著現在店家 日漸的靈力 一家倒一家開 一家倒一家開 也會有不一樣的店家 他們不一定會去嘗試 而有嘗試過的大學生 就會提供適當的評論 就屬於他們自己吃過 自己給出的評論 而不像愛食忌 它是屬於比較高單價的食物 是比較多的 然後圖文並茂啊 雖然這樣 但是 有一些也是業配文 那我們自己 用過愛食忌的時候也知道 你用了愛食忌 你看它很漂亮 那你真的去吃 也不一定真的是這麼好吃 你會發現原來它就是業配文 對 你如何確保你的沒有業配文 你如何確保你的是沒有業配文 因為這個事情就好像假新聞一樣 一樣都會發生啊 22個社團給你都真實的資料嗎 有的人也許不是 謝謝提問 那我想 我們未來其實有設計一個叫做兼具功能的東西 當他發現這個評論怪怪的 不太合理 去吃的時候這個不履預期 他就可以兼具它 然後我就會把這整個評論刪掉 這是關於業配文的解除方法 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在做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 你們真的不太能說服 至少不能說服我 抱歉 我今天問了兩個大學生 我家有兩個大學生 我會說吃東西是不是困擾 是困擾 真的是困擾 但是他們只會知道一次 他們不會每天來看這件事 你的DAU增加是每天來看喔 你每天可能來看一下說 今天氣象如何 我可能該穿什麼衣服出門 那你每天去找你附近吃什麼 大學生真的有那麼鹹嗎 好還有六分半 我們請高總經理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像剛剛就是 因為我們有講到說 其實大學生用很多煩惱沒有錯 可是如果我們想要讓我們DAU上升 我們一定是找一個 他最常出現的煩惱來解決 那吃飯吃吃飯要吃什麼這件事 是我每天三餐甚至四餐五餐 我都有可能會遇到的 這是相較於其他可能大學生的煩惱裡面 最常出現 所以我們也最好拿來提升DAU的一個方向 對 謝謝 好請高總經理 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剛剛講說你收集這些資訊是讓學校的社團幫忙做 然後你們怎麼做這個推薦的機制呢 就是他可能 你怎麼建議給到 假如我今天是一個星座上來 來要查我今天要吃什麼的話 你們是怎麼做推薦呢 這個是一個 然後再來是你們有考慮到個人化跟客製化嗎 今天如果都是水瓶座 那你每天推薦的可能是因為新式運作不一樣的 運勢不一樣 新做運勢不一樣 所以你提供給他 可是他可能是一個吃素的 或者是他是喜歡吃中餐的 你們這些怎麼去做推薦呢 你們有機制嗎 因為實際上其他的APP上面是有這樣你可以選擇的 那在你們這個規劃裡面你們怎麼做 我們在做社團的問卷搜查的時候 我們是有給他填達餐點的類型什麼 就是分中餐西餐素食等等的 所以這個是可以去做區分的 我剛剛問說個人化跟客製化呢 今天在這個學校附近只要是雙子座的 所有人被推薦的都是一樣嗎 不會 那你們怎麼做推薦的機制 我們雙子座給出的星座運勢是會一樣的 因為就是從網站上來 但是我們推薦的食物其實是水極的 我們是做水極推薦 而現在市面上所有類似的APP 也全部都是水極推薦 只是加入了不同的元素而已 而我們自己加入的是星座運勢的元素 而且對這家店真實的評論 就是他們自己的同儕所做的評論 你的基礎是什麼 你的基礎是什麼 你怎麼來講 當然這個選擇是一種 還有什麼你怎麼來做這個推薦 選擇是指 我剛剛講如果素食的話 你可能會推薦它 它是個雙子座吃素食 你給它一種推薦法 還是怎麼做 你們實際上的操作要怎麼做 我是一個大學生 我真的找不到要吃什麼的時候 然後我要輸入什麼樣的APP 可以做這件事 然後你們跟其他的有什麼不一樣 除了加上星座以外 還有什麼跟其他的這些APP 是你可以differentiate的 讓大學生願意做 用你的 還不是用別人的來做 找要吃什麼 我們實際在操作就是 我們功能還沒建立 就是自己在毀自己在實測的時候 我們是只有用星座運勢給它 然後再給它一個 隨經推薦的店家 並附上評論而已 我們沒有做素食跟葷食 等等再細項的分類 因為這樣會導致他們輸入的要很多 這樣門檻就會提高 可是未來的話 因為我們資料都有做好的建構 所以未來是可以做得到篩選的動作 就是如果是葷跟素的話 好 那我們還有2分4是嗎 有評審要追問嗎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謝謝今天的最後一對 Ruvio的氣拿香蕉 謝謝